大家先 我們因為剛好要回座嘛 有沒有有一些問題要先問的 比如說剛剛有同學說 車子被人家盜用冒名 然後呢 怎麼樣的去查證 然後怎麼樣的去 就是其實如果罰單來的時候 政府的這種東西你只能夠 你只能夠提出聲明意義 提出行政救濟程序 也就是說 你舉證這個東西不是你的 因為你人不在台灣 你人在國外 那他可能還會叫你去做筆錄 說那你有沒有借給別人之類的 那反正到時候在法庭上 他就必須要把那個 處分你的原始證件拿出來 這樣子你才能夠確定說 你是被冒名或冒用這樣子 因為至少你要提出去 你怕被強制執行 你可以先繳了之後再要求退回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一些 房地產 房子 財產 這些都是比較重要的資產 資產我通常都會用地保做代表 就是這個仁愛路的地保 地保 大家都看到你怎麼會很厲害 裝要裝要多少 大家看多少你都知道 不好意思很簡單的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叫做地震資訊網 那你要有地址地段地號 比如說大家有在做榜地傘 你如果有在做榜地傘你就會知道 比如說這什麼地段地號幾號 那這裡頭呢 它的狀況 比如說它有沒有被夾扣押 你如果要買一個東西 你如果不去查 結果呢 人家有第二胎第三胎 不然就錢真的給你押 你都不知道 結果呢 你就去買它了 你就發現說你會被騙了 然後錢呢還拿不回來 像高玉仁的兒子叫高思伯 做到高雅的學生也很厲害 也是博士然後在教書 那時候還在高雄跟賴清德一起拼 立委的選舉 可是呢 是立委還是市長 立委 市長就輸了 好 那他輸是應該的 因為他很笨 連買個房子都被騙 那買房子不會被騙 你就是自己要上去看這個地震資料 而且呢 你還不見得要相信代書或是那個仲介拿給你的 你要自己上去查 那怎麼查 就是地震資訊網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你就進去之後 這個有一個障礙我必須要跟你講 這個要申請帳號跟密碼 然後要付錢 所以呢 你要先跟官貿網路 你要跟官貿網路申請 申請之後要有帳號跟密碼 就可以進去 那我一直都用我們財訊的帳號跟密碼 所以我常常在查 本來他也在查看這棟大樓 裡面大箱 結果一查 哇元大博越 連錢他們都沒有貸款 地保連戰的家都沒貸款 所以我才會電視上罵他 電視上罵他之後 他們講說那你不怕被告 我怎麼會怕 因為我上面查的都很清楚了 就比如說這上面 來自地保的住戶 就是那個余仲淵 什麼陸聖文 什麼這上面 然後賀廣峰賀名譽賀董 那如果是公司 那我就去查經濟部商業室 看他是誰啊 就是公司 我就查公司嘛 公司我就查看公司的付出人 公司是誰的 就知道說這間屋是誰的 那像這樣子啊 比如說你進來之後呢 在這邊啊 他還會有什麼 像這個許慶祥 這個就是小S他公公 跟婆婆 那我是隨便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這一戶 這一戶呢 他銀行貸款多少錢 銀行設定6000萬 然後呢 設定是從95年到125年 設定30年啦 30年落起來比較輕鬆啦 但是呢 就是要銀行願意這樣子配合 這棟好像是合力領的 那另外呢 你在其他的看看說 比如說未應交 衛應衝啦 這些什麼什麼全部都在這邊 這個我是照原來的順序 我把它貼出來給大家看 你如果下去看 你就看到有啊 都是這裡照這樣的一個順序 然後你按這個 按這個所有權啊 還有那個 這邊的指標按進去 貸款跟所有權都會在這邊 所以為什麼我可以整理出說 整理出說 地保有住這麼多人 12345 頂興未家 這麼多戶 那他這個是叫做序號 就是 你電腦裡查的時候 有定期的序號 所以我就是照序號 抠過來給大家看 就是完整原始的資料 好 那其他的包括說 OK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黎智英 那你可以看到說 哎呀他在頂高麗池啦 那這個頂高麗池10戶 然後他 買他有多少戶 那這個都是 我都是用這種方式查的 因為 這東西 只要他交屋了 大概都可以查得出來 所以那天那個 葉士文的事情一發生啊 他不是買了一個 新增一個一瓶裝 給小三嗎 我那天 一枚沒睡 我就中那個 投錢重畫區 跟我們新莊復都心啊 我在那裡查了二十幾棟樓 就去查名字 查查看有沒有我熟悉的 可是我後來發現 那小三的名字 我怎麼會認得 除非我知道他是小三 否則像他那種什麼 陳麗玲 那我買給小三的名字 我怎麼會認得 所以我那天很認真的去查一遍 查看看有沒有我認識的 是官員的名字 就發現沒有耶 大部分 有啦 我樓下有做一個歐鴻鏈 那個外交部長 其他的很多都不是用自己的名字 就是用那種 你會發現台灣的有錢人真多 那每一戶都好幾億 可是呢 那個名字你都看不出來 到底他是誰 所以我常常查這種房地產的資料 查到 反正睡不著是說 台灣很多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都在檯面下這樣運作 因為每一棟房子都好幾億 可是呢 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什麼什麼 名字很蔡奇亞的那種 好 那好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元大博越 元大博越 你只要有地址 有地址 就可以查 那個咖啡廳 然後呢 然後呢 連方雨一戶 丁雨康一戶 何維林一戶 然後呢 郭台銘後來沒有買 因為我在名單上面沒有看到他 那這個也是用地震資訊網 就可以查得出來了 所以台北市場的好驚人在住的家 包括當年阿妹的信義之心 也是我查給 張那個誰啊 那個張亞晴 張亞晴要開播一個新的節目 然後呢 我就說 好吧 送你一個禮物 阿妹的新家這樣子 結果那天錄影的時候 為了這個題目 然後 我終於見識到了大牌主播的氣魄 一張錄影 錄六七點鐘 就只看他在賣人 我這 送他一個新聞啦 送給張亞晴一個新聞 好 OK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 像剛剛 有一位同學問我說 這個 這個 汽車資料 那個叫多公報查詢 那其他的包括 你知道嗎 要查一些人的那個東西 你還要 包括那個瓦斯費 水電費的單子 通通都可以 像這個唐亞軍 唐亞軍的這個地址有沒有 如果說你 他大概是為了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以現在都是圈圈叉叉 但是你都可以看得出來說 OK 這叫雞湖路 那馬英九呢 馬英九的舊家在 新隆路二段 那新隆路二段大概 在那附近大概問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東西都可以查得出來的 就說 就說這個是這個是水電費吧 這是水電費的單子 通通都可以查 而且不是只有你查 你可以查別人 OK 好 所以呢 你如果要查一些房地產相關的 就是實價登陸 透明防汛 然後呢 地震資訊 然後財經雜誌的一些報導 相關的東西 好 那我相信現在大家最常用的就是實價登陸 可是實價登陸呢 實價登陸你大概可以判斷 因為這是實價賣賣新高之後一定要補起來 因為現在政府新規定的 所以呢 你可以查說 OK 我要在 我要在這個這個新莊思源路 那我要買一個房子 你就可以在這附近查一下 那附近的成交怎麼樣 好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還要看一下法拍 因為呢 那個法拍就是台灣的法拍的市場 有一陣子很蓬勃 很多人做這個都貪大錢 我如果當年 不要那麼認真做新聞 我當年如果好好的把這些法拍的資料研究了 在金周刊財訊寫的東西 我如果隨便買個幾間 我現在大概也已經 應該至少有五億十億以上吧 可是那時候很認真的在寫新聞 那寫新聞之後其實最主要是什麼 就是說我查了一些法院的那個判決 比如說陳永豪的房子哪一間被拍了 然後台鳳黃中鴻的什麼被拍了 那這個就是這所謂的法拍資訊 法拍資訊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法拍屋 那他的資料很完整 完整到什麼呢 完整到比如說這個房子是誰的 然後呢是空屋有沒有點交 有沒有不點交 然後呢什麼時候拍賣都很清楚 那這個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看像比如說 葉國一去買的那個菜陳男的一些資產 那上面這也都是法拍的 這也都是法拍的一些資料 那這個法拍呢還有更詳細的 因為檢察官那個書記官都會去做筆錄嘛 所以呢你在這個法拍資訊上面 你還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說這個 那個書記官來做筆錄啦 開鎖進去之後呢 發現說 這是彰化銀行點交 可是呢 這個屋主張揚婷玉儀式 那是藥物中毒城市屋內 就是這個叫凶宅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連凶宅都有 那當然你要看凶宅 除了看這個法拍的這些筆錄之外呢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是外面就外觀的這些圖 因為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是衛星嘛 所以你都可以在家裡 在家裡看一看來看教育 這裡看怎麼看不教育 這附近這樣衛星看起來不要到要死 這樣就不要吵了 所以坐在家裡 電腦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好 那這個就是這個所謂的 房仲的成交價 比如說 我打仁愛路 仁愛路 忠孝東路 這個是打仁愛路3段53號 就地保 那地保附近的房子 然後呢 他附近的成交 比如說這個148坪 然後車位 那單價129萬 51萬 49萬57萬 這個是 輕易房屋 永慶房屋 還有其他的仲介 他們都會有一個叫做 方圓500公尺的參考價 方圓500公尺已經成交的參考價 這是仲介做的 這是仲介做的 那 仲介做的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新生難路一段 五樓是賣55萬 這當然這是久一點的啦 我記得這應該是99 應該是哪一年啦 98年啦 現在沒有這個行情 現在已經不止了 現在已經103 這是90幾年的價格 你就想說 那時候好便宜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剛剛我講的 還有一個凶宅網 我跟王瑞德很喜歡玩這個東西 就是哪一間是凶宅 那比如說這裡 這裡 文西路四段 六九一之三 那這附近有沒有凶宅 三峽男子一字自殺 然後還有這個你看 大安區住處然後燒炭自殺 台北市內湖五分街 五府高中對面 然後基隆路二段兇殺案 全部都有 這個資料都很完整 只要全台灣有凶殺案 然後有人沉思屋內 他就會有一個資料 然後這一點進去 一點進去之後有沒有 姐弟情變 然後呢 然後就是這個新聞 他有時候把新聞都列上去 所以你還可以上去看說 為什麼他會被列為凶宅 那有些人就不怕啊 像以前那個台臉那個高雄的那個律師叫什麼 什麼貴 什麼就是他就專門買凶宅 他就覺得說凶宅沒有關係 OK 蘇 蘇 蘇銀貴 對 以前當立委的時候跟他也蠻熟的 太久沒看到他了 好那 結果就說這是凶宅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齁 這是我建議政府做 而且應該要做的 我們的政府應該要把那個基地台 還有輻射屋 應該要公告 所以呢 如果你是有輻射屋 你把你住家附近打進去 看看有沒有輻射 我覺得政府這些資訊都應該要公開 因為台灣的地方不大 那現在呢 他只有把那個已經可以查出來是輻射的 把它放進去在這邊輻射屋查詢 所以你會發現說 等下電腦還不錯 就是說至少你可以書面的先把這些東西 通通都都查過 然後呢 過濾掉風險 過濾掉不好的 然後呢 為你自己比如說在查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有一些保障 好接下來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退票 退票 你如果要退票 絕對抹不掉 好比如說唐亞軍退票 比如說這個蘇慧貞退票 然後呢 立委林蘭申退票 這些呢 你只要退過了 沒有去補過 沒有註銷 那從民國 民國55年到現在 全部都在 好 那這個東西 中華徵信所呢 曾經被 檢調單位查過 說他洩漏個資 所以呢 張大偉後來換的一個方式 就是 你 申請做他們的會員 然後比如說 你要查蔡玉貞 然後呢 身份證字號多少多少多少 查一筆三十塊 但是你可以 他們現在都是 你成為他的會員之後 才可以查 所以這個叫付費的 所以就跟剛剛那個地震資訊一樣 你比如說我們國際地位法學院 我們可以去申請一個 account 然後申請一個 一個叫 password 就是賬號 那你要查誰誰誰誰誰誰 全部都可以查 那他呢 查完了之後他回傳真過來給你 因為他們以前 電腦都可以查 可是呢 被被起訴 然後後來呢 求求就是有被判刑 所以後來改了一個方式 但是呢 我跟大家講的說 資料都在 資料都在 包括這裡有一個 這個票據查詢系統 用身份證公司統編 或是這個銀行這個銀行的支票 這些通通都可以查 好那另外再來就是 跟股票跟公開發行公司 比如說我要查這些 上市櫃公司公開發行公司 那就有另外這個系統 叫做公開資訊觀測站 他要做過什麼事情 他要換檔檐書 然後他這個公司的財報怎麼樣 那這上面都有 那這上面呢 還有包括一些 你要看詳細一點的 比如說 這些 這是所謂的財報的部分 像這個是 我查大潤發 然後大潤發呢 在上海 在海外的投資 到底有什麼 那我想 你們可能會比較 沒有 除了大家 如果說這裡這麼小 就你可能會比較 沒有那個興趣去看這個東西 但是呢 你看很多的投信 投顧 或是分析師 為什麼他們可以分析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 這個 即將發生的狀況 比如說 大潤有什麼投資 要申請補助有沒有 拆遷補助 那個都會在這上面 就說 你哪一個廠 然後呢 你的大陸廠要拆遷補助 大概都是會在這所謂的 所謂的財報 就是他們的公司的財報上面 然後呢 比如說他有哪些子公司 大陸被投資公司 有什麼什麼什麼都有 所以每一間公開發行公司 剛才有一個大哥給我問說 啊現在高票去怎麼買錢 那我跟他說 有隨時都有好公司可以買 可是呢 你去買一個公司的時候 請問你們有沒有人 真的去參觀過這個公司 去看這個公司在幹什麼 像我記得我採訪過一個台中的行員 他做銀行的行員 結果呢 他到聯發科上市的時候 升級15億 因為他有300多張聯發科 然後呢他從台中銀行 因為那是我在處理當年真正的那個案子的時候 他們公司介紹給我說 我們台中有一個行員很厲害 聯發科300多張 然後我在去採訪他說 他為什麼那麼厲害 他光聯發科 他從未上市投資的時候 他禮拜六禮拜天就在公司門口 禮拜六禮拜天就公司門口等 然後看有在加班 那再來呢 有一次他就直接跟公司的 那個看起來蠻像主管的人說 我有你們公司的股票 我可不可以進去參觀 公司呢就非常歡迎 就讓他進去參觀了一遍 那他後來覺得說 欸還不錯 可是呢 他覺得還有一些疑問 他把財報看一遍 然後覺得說 好像還不太安穩 我想要知道說 他們的那個IC設計的部門 到底怎麼做 然後他就再進去 就說 欸我能不能再來一遍 結果他光聯發科 他進去看了至少七八次 所以他從幾十塊 開始到三百多塊的聯發科 到後來聯發科掛牌 身價十五億的一個 台中商營的行員 我覺得人家這樣子賺是應該的 那因為他要買他 就把公司所有的 在財報上面所揭露的東西 全部看一遍 他才好好的慢慢的買 那我是不知道各位 買公司會不會這樣子 像建設公司 建設公司 因為我比較熟的 大概就是 長虹跟華顧 就是 大概一兩家我會買 其他的我大概都不想買 因為 就是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那有時候做帳 做帳 做一做 你也看不懂他的帳 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 所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比如說 比如說這些 這個叫做 比如說你看喔 那個報紙有時候都亂寫 你知道 有一次我去問那個 去跟侯西峰在聊天 他說 現在齁 每一天的報紙 只有一個東西可以相信 其他的都不一定 不可以絕對相信 就是除了日期之外 除了日期 絕對是真的 其他都不見得是真的 為什麼 你看經濟日報 有一天說 威聖在辦窮人銀行 請問你 威聖如果你買 威聖買 宏達電 除了讓你變窮之外 他有沒有辦窮人銀行 沒有啊 就沒有啊 所以呢 他就說 本公司什麼什麼 就是 說明經濟日報的報導啊 說 本公司 沒有要辦窮人銀行啊 你應該在經濟日報看過 頭版 頭版喔 說他要做窮人銀行 那時候噱頭嘛 為了那個尤努斯 為那個UNIS 拿到那個諾貝爾經濟獎 有沒有 然後呢他就說 哎呀這個 那不知道誰出的鬼點子 那就做了頭版了 所以跟各位講 報紙除了日期之外 其他很多東西都不見得是真的 好 那其他這個也是 像比如說 這是士林官邸的土地啦 其實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這個報紙 那一天見報的時候 我把股票賣了 因為那天漲停 那因為我早就知道了 因為 這裡 處理這個土地的那個人叫 賈文忠 我跟他很熟 我這樣好像直接告訴大家 我有內線交易 可是呢 你看喔 他在這個財報上面 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在士林官邸的土地 有584坪 合併持有在買 有這麼多 我如果賣掉的話 總價是這麼多 我可以賺這麼多 我可以賺這麼多 OK 他就告訴你說 我本來就有這些 我這些東西都有 但是 人人要給他買 那天 我就賺了 對不對 簽約了嘛 所以你看到報紙寫說 啊 這個台我出售啦 那就是 他財報上面告訴你的這個 就完成了嘛 那完成的那一天 那天 就是該賣股票那一天 為什麼 因為那天漲停啊 漲停為什麼不賣 我就賣了啊 嗯 就是 所以你看到報紙上面寫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 會解讀說 他怎麼會這樣寫 OK 那接下來 你看到很多大老闆 尤其是我最看不起 我最瞧不起的 就是孤家 那個 那個 會從日本做專機回來的那種少爺 這種人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沒有吃過苦 而且他們家的公司 他們家的錢 都是搬來的 怎麼搬呢 你看喔 來 這是中信金 中信金的資料 中信金喔 你看 你隨便上去看這個叫做直押 就是呢 公司的直設的股數 你看 孤連松寬和開發 他的股票 我跟你說 孤家的股票的直押 從來沒有低過90%以下 就是他的股票 都拿去做錢 那如果倒去 你們家的事情 沒有我的事情 對吧 哪裡人家啊 不是哪裡我 對吧 所以 他們 有多少公司都是這樣 那可是 大家想想說 你們可能從來沒有去看過 不知道說 他的股票 全都拿去 拿去押現金 押現金要幹嘛 押現金拿去海外啊 為什麼紅火案會這樣發生 對不對 反正出事也不是我的事 OK 所以呢你會看喔 你看全體董堅直押93 93% 所以 年 費金都是錢賬的 都是拿錢來算錢的 都不是他們家的 所以每次那個蘇富比在排行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把這些負債 把這些欠的錢算進去 因為 你看這些資料 你就覺得說 那些負債的人都嫁 那些負債的人 都去銀行搬錢出來 打蟲臉 充胖子 充自己神有錢 所以你看 股票拿去直押 我不押在中信啊 因為我自己家有銀行啊 我拿去富邦啊 那我就蔡民宗來我這邊借啊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些人呢 這些人 比如說 什麼財務主管啊 什麼 當出事情的時候 那出事情齁 我現在都換掉 通通都換掉 財務換掉 集合換掉 什麼換掉就好了 這個就是紅火案發生的同時 那這樣子的話 就表示公司快要出事情了 就是 呃 沒有人想呆 然後呢 甚至呢 趕快換一些人 然後才不會出事情齁 好 所以呃 這個是跟大家講到 跟股票跟大家的一些 投資有關的齁 你們一定看過很多很多很多報導 然後呢 每次都會選說 OK 呃什麼 中資金元大金 然後就是 每一次都會有很多的媒體 整理很多好公司 跟大家講說 你要買哪一支 那比如說這些 呃 比如說 這個叫做現金殖利率啦 這就是 這怎麼看呢 比如說你買 你買瑞萱 瑞萱是做銀幕的 他是21塊 可是呢 他光現金就配2塊 然後呢 股價跟淨值比是1比2 所以呢 他如果你買他大概有10% 就是說 你買100萬 一年就製造可以10萬 欸 那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獲利 就至少保障10% 可是呢 就是說 我不曉得 因為我是經常跟大家講 跟大家建議說 如果你要怕錢沒去 大家的退休金 養老金 你要從這裡頭去 挑到一些好的公司 然後他的殖利率都很高 你看 10%高%8% 但是不是大家都這樣喔 因為你要連續看好幾年 像比如說這樣的公司 這家公司叫懷特 那個股價一直在標 這個李嘉誠的公司 那不知道在幹嘛 反正呢 就是告訴你說 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叫做什麼 有一種中藥 中藥 然後呢 可以拿了之後 拿病人患比較有精神 可是你看喔 他過去 賠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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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了解 沒有一年賺過錢 那但是呢 他會炒作 所以當這樣的公司 我不知道說你各位會不會 會不會像我在買公司的時候 或是我在挑股票的時候這樣 把2004 05 06 07 08 09 每一年我都看過 看說 他每年至少5年8年 5年8年 每年都賠錢 對不對 這樣表示說 比較有責任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 只是要提醒大家說 你們要看這些報告 人家推薦的東西 那你要從公開資訊 你要從這些獲利的實際的數字 這都是網站的 這都是網站上面的資料 然後來看一遍 那甚至呢 這是香港的Bloomberg 香港的公司 這是香港的上市櫃公司 也都是一樣 也都是一樣的狀況 那另外呢 未上市也是 在未上市裡頭 有一個叫太陽神 我就剛才說的超島 說什麼全革 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曾經好好的宣傳 宣傳說他公司 公司大後 然後都會在這個 未上市的這個資訊上面 打那個 未上市論壇 打得好好 那你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裡是很多人在炒作 很多人在放消息的地方 那但是呢 也是可以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 這個是未上市的部分 那就先跳過去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資料庫 我就跟各位說 你被報導過什麼 你被寫過什麼 資料都在 那比如說 這個叫財訊 金周刊 財訊月刊 所有的檔案資料 全部都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 我們當時 我們都有建立一個資料庫了 那這個資料庫裡頭 比如說 OK 我有一家 我要寫一家公司 叫中福 那中福這家公司呢 我們所有曾經報導過 他的是什麼 那全部通通都在 那另外呢 中國時報跟聯合報也都一樣 也都一樣 中國時報的是73年以後的 聯合報是民國50年以後的 好 那這個是聯合資資庫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找 那比如說 那比如說你打進去之後 你打螞蟻 這好像打螞蟻 還是打槍梯吧 打槍梯案吧 那這裡就有一個 大專聯考槍梯案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諸實言偵查終結 被告有153人 其中有150人 涉及行使圍詐文書 那這裡就是這裡 就是1968年 民國57年的 你這個把它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得到 上面就有螞蟻男 那甚至呢 你要打馬英九 你要打 就是他過去幹過什麼壞事啊 過去幹過什麼壞事 所有的就是你要查一個人 可是他可能會同名同姓 所以你要看文章 你要看文章的頭前後面 是不是什麼有關的 因為這些是完整的報導 就是 當年 當年這篇報導是什麼東西 你按這個按進去 這個按進去之後呢 大概就是所有當年的這個報導 全部通通都在 像這個有沒有 就是按進去之後你看 這麼多人啦 那個48個不起訴的名單 有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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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螞蟻男就在上面 OK 好這個就是資料庫的部分 那中國時報也是也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剛剛那個是資料庫的部分 其實不只 不只中時聯合跟彩訊 包括中央社 包括蘋果一週刊的 全部通通都有 那我只是舉例子 然後呢 再來就是口卡 行案紀錄 然後個人財產資料 跟企業的聯合徵信資料 這個我剛剛有跟大家講過了 人欠你錢 你就去支付命令 你就去查這個財稅資料 那另外呢 如果你真的需要啦 如果你真的用得到的時候 因為 我是做記者的時候 必須要查這些資料 才用比較特殊管道 那特殊管道 像這個口卡也是特殊管道 警察才可以用口卡 然後警察可以用交通違規資料 可是呢 有很多不好的警察 或是行政人員 他會拿去賣 他會拿去賣 但是呢 你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必要性的時候 他們下去查都會留下紀錄 所以這只我跟大家講的說 都在都在 那另外再來就是那個基金 大家有沒有在買基金 就是買基金的話 可能也會有一些 你要上去看一個網站叫做 機智網 或是什麼 這個Mining DJ 那他上面呢 就會有一些 禁戶政府准許的 除了人叫你說 啊 越南有對一個基金不錯 那我常常都問人家講說 那你到底是買白蘭市基金 還是買什麼大成基金 你可能都搞不清楚 可是呢 如果人家要推銷 要介紹你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上去這邊查一查 查他的名稱 查他的成立時間 查他的持有人 然後查他的規模 查他的操盤人是誰 我想很少人會這麼做 可是你知道嗎 最近跟那個賴憲政憲哥 一起主持節目的季晴 季晴喔 他很厲害 他買什麼基金 他都知道操盤人是誰 然後呢 這個這檔基金過去的表現怎樣 這一點我就很佩服他 所以就是在這麼多的藝人裡面喔 真正比較用功 然後呢 他在跟你聊投資的時候 他還會進行去看這個基金的這個 基本資料 然後還有呢 他持有什麼 像這檔 富達高成長 持有鴻海 持有台積電 持有國泰金 你就覺得說還有聯發科中鋼 那你就覺得說 這個叫保守型的 這檔基金還蠻保守的 還OK 可能 比較不會出事情 因為他手上沒有太多 很有風險的東西 好 可是呢 我常常碰到人家來求助 來SOS說 郁正 我要這個什麼 汽車貸款基金 手遇中國基金 美國博斯汽車 這個都是非法的 這都是 都是你可能碰到一些 一些 比較沒有在台灣正式合法登記 而且調查局假如去查他之後 你可能會血本無歸的公司 就是人要騙你就是用這種 跟你說很好賺的 很好賺 可是呢 他是非法的 所以我必須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說你假如在這上面 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國內基金 國外海外基金這個地方 查不到的 那就表示他沒有准許 那沒有准許就是不合法 包括如果那個人要賣你公司 賣你這個基金 他的名片 你就先拿到 經濟部商業司去查 查說 你這個公司如果倒 我是要找誰 我是要找誰 所以說大家如果有這樣的一個 最基本的概念 大概至少知道說 人家要騙你就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 這是這個 這個基金的投資 那差不多大概就是 就是這些 從房地產 然後股票基金 還有這些檔案 所以 你已經把 可以查的 就是你這些 如果都會騙 你大概至少 至少 你現在的錢 然後被騙走的機率 至少就會降低很多 好 這是 今天就是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 我過去在做記者 或是在做投資理財的一些經驗 那 電腦收掉了是不是 因為我本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有裡頭有一些檔案 有一些個人的東西 電腦在哪邊 從那邊操作是不是 是 因為 因為 他剛剛丟進來 不知道丟到哪裡去 我要查用幾個實例跟大家講 對 隨身點的資料 好 你幫我打開 你幫我就是整個檔案打開就好 你按著然後我告訴你怎麼操作 一種 一種 就是說實際上用得到的 所以我 來我給大家看 你打這個陳建惠醫師 正是有一天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命理老師 叫 叫這個 林正義 他說 他們在社團裡面 碰到一個人 他呢 你就把他整個檔案打開 然後呢 他叫我查一查說 來慢慢來 說這個人呢 在幹嘛 那他的名片上 他的名片上 他的名片上叫做 沃康達生物科技 沃康達生物科技 然後 公司設在哪裡 那我們再往下看 好 就是 我常常做的事情 就說 好這個人 然後呢 他的 他要查這個 這個這個人 他住哪裡 住昆明街 235號 3樓之四 那我們再往下看 看說 喔 這棟房子 這棟房子呢 他是什麼時候買的 89年買的 那再來 再往下 再往下再看說 這是他的房子對不對 再往下看 就是 他 在 這個 南山人壽的貸款 金額是多少 然後 債權的抵押狀況如何 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真正要去找一個人 這個人 你要了解他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那你就用一個東西叫AB檔 我就是形容說這種叫AB檔 所以呢 你就把這個 至少房子貸款 然後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說 來 他呢 他呢 這個還有一些醫院門診 醫院門診 然後呢 另外他上面就有些寫說 他到和平醫院去做健康 婚前健康檢查 然後呢 如何如何如何 就有人在 在 聊到這位醫師 這位醫師到底有沒有醫德 然後這個評價到底是如何 為什麼 我們再往下 再慢慢往下看 就說 OK 結果呢 他就把這個報告 他整個看診 看這個檢查的過程 然後把它寫出來說 我對這個醫師的印象如何 再往下 再往下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婚前健康 這個是婚前健康檢查的 你就往下慢慢走 慢慢走 就說這個人的檔案 你可能今天認識這個陳醫師 然後呢 他就要找你投資一個公司 那你要看看說到底合不合 到底行不行 來 我們就往下看 把他的資料全部看一遍 就說 他在和平醫院 然後看過門診 那可是呢 這個人給他看的這個 心得到底是如何 可能給他一些臉色很難看 所以呢 他就批評說 這個醫師是很沒有醫德 很沒有專業的 那所以 他才會很憤怒的告訴大家 發表他的不滿 就這樣子 就是 有人對這個疑心很不滿 OK 再往下 還有 我查了他 查了一個 因為很多朋友常會跟我說 這個人你幫我查一下 再來 他呢 還有一個公司叫做 艾瑞克博士密碼生物科技 那這個生物科技公司設在這邊 那他們這裡頭 就是這個生物科技公司 有他 那他的基本資料裡頭是 雅民大學醫學博士 中山醫院的營養學士 然後 家醫科醫師 然後曾經在國泰醫院 曾經在聯安 就是全部他待過的地方 做過什麼東西 做過什麼事情 再往下看 為什麼我要這樣給大家看一遍 就是 一個人做到已經五十幾歲 然後可能有一定的地位 然後他有一定的經歷 那你要怎麼去判斷說 這個人的好壞 開始做一些整形醫美 然後呢 再來呢 就開始做一些什麼 抗癌抽血 抗癌抽血的東西 再來就是對這裡 這個叫做新品生物科技 新品生物科技 他們呢 要供什麼癌細胞 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然後呢 新品就是這家公司 這家現在是一個新貴公司 然後呢 他們開始用這個 在媒體上發表很多很多 然後呢 業者找來陳建惠醫師 說明整個國外的結果 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的去抗癌 他怎麼樣的去抗癌 那為什麼他要做這些東西 因為新品要掛牌上市 再往上 再往下 再往下 好 就說OK 那所以呢 他這裡頭就說 他們有一些臨床實驗啊 然後呢 來來來好注意看 再來 優化免疫細胞 先停一下 先停一下 我對名字特別有感覺 我對名字特別有感覺 尤其是 尤其是有一些人 他本身紀錄不良 然後他 很多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有感覺了 就這裡 比如說 OK 優化免疫細胞銀行 然後呢 有誰誰誰誰 然後呢 他們說 預估這整個有175億 那所以 來你看 所以 陳建惠呢 就 什麼什麼 就是那個 他的一些基本資料 然後 就 告訴你說 怎麼樣抗癌 新陳代 謝正厚群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OK 還沒了喔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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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包括這裡 還有一個健康診所 他的健康診所 然後這 這裡呢 他有告訴你說 這是荒唐醫師 然後民眾 小心 不要被騙 就這樣子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告訴大家說 當有一個人 你想要了解他 然後你要用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些方法 怎麼樣的把這個人 給 把所有他的相關的東西 看一遍 這個人 好人 壞人 會投資一下 會合作一下 那你自己去判斷 因為我剛剛講了 除了 日期之外 其他東西都不是真的 所以你要自己判斷 要綜合判斷說 這樣的人到底是好人還壞人 你在跳到檔案上面 我再給大家舉另外一個人的例子 就是也是USB裡頭的檔案 那個USB檔 我再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叫做 我們叫做 謝儒死碩人好了 這個人 這個死碩人 對 好 這也是人家叫我幫他查的 就是說這個人很有名 在一個團體裡頭 他幾乎是要當老大 就是那種理事長那型的 那理事長呢 就是大家要知道說 他過去有沒有幹過什麼 不該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第一個事情一定會 可以查他的司法檔案 查出來說 他已經有一個案子 應該要去執行了 可是他沒有去執行 就是說 他應該去用管啊 可是呢 他不願意去執行 就跟張俊宏一樣 所以呢 再往下看 就說OK 他是有一個應執行的案件 然後呢 判決多久 判決應該是九個月 好 然後呢 偽造文書 為什麼偽造文書咧 你要找說 他到底幹了什麼事情嘛 對不對 到底幹了什麼事情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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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來來來來 往下 OK 你就整個看一遍 就是說 這些東西都是我剛剛的網站 我剛剛教大家的東西裡頭 可以查得到 可以了解的 好 那大家呢 就自己去判斷說 你看 以他整個的 你可能會覺得說 看起來蠻 蠻多的 蠻辛苦的 就說 這個 再往 對 其實 就說 這樣的一個人物 比如說 OK這樣的一個人物 那你可以去判斷 你可以去判斷說 到底你要跟他合作 或說你要跟他 有什麼樣的關聯的時候呢 他到底好不好 他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來這上面 這個是判決的時間 判決的時間 然後哪一個法官 上面都有 好再往下 再往下 再接下來呢 還有別的案子 就是除了這一件之外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案子 來這底下 你看他的律師羅明通啊 什麼律師是誰都有 律師是什麼人 然後呢 這個公司呢 他是跟人家發生了 這個投資糾紛 這個投資糾紛是什麼 什麼公司 然後金額是多少 5700萬 然後這個糾紛是如何如何如何 都有 也就是說 這個很多 因為 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說 當你要跟這個人合作的時候 那你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檔案 用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全部看一遍 好人壞人 知不知的信任 你們就自己決定 這樣OK嗎 就是 有沒有辦法用我剛剛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一個實例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說 我在平常處理新聞 處理人物 處理這些人的資料的時候 就說判決公司 財產 然後法院 還有一些新聞資料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再停一下 你再回到剛剛的檔案 我看還有誰是可以 比如說可以舉例子的 那個像 像 蛤 好大影開發 這是好人 這是好人 這是 這是好人 可以欣賞一下 好大影開發 張玉能 他有什麼樣的 過去對他有什麼報導 然後呢 他的公司如何 那他的賣頂級豪宅 那做過什麼事情 有哪些建案 你現在大概就可以從 這都是過去的報導的東西 所以 你如果真的有一天 那你跟他有合作 或說 你要 你要跟他買東西 你要跟他買房子 那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所以你就將他的資料看一遍 這是報導 還有他的公司 然後他的和我人是誰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只是 把實際可以運用的例子 也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遍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張玉能的所有的東西 就是為什麼我平常常常不睡覺 就是台灣該查的人太多了 該了解的人太多了 尤其是當他正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當他正要做一些危害社會的事情的時候 那你更要去查一查他的所有的相關的過去 然後或是說 他突然在某一個地方很活躍的時候 那你可能也要知道說 他在過去你所不知道的時間裡面發生過什麼事情 所以你們看我檔案上面還有郭冠英啊 還有一些 那個炸彈客胡忠賢啊 大概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個炸彈客胡忠賢 就是這個 就是炸彈客 第二個 炸彈客胡忠賢 第二個 對 他呢 他為什麼會突然搞個汽油彈 然後呢 要去 要去那個 就是 要去 好像 幹一票 那你就發現說 他在跟黑松 跟這個土地秋芬的時候 他曾經扮演過什麼的角色 那他在這些公司 在這些 股權爭奪戰 他不知道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整個看一遍 大家就知道說 這傢伙居心叵測 而且呢 動機不良 然後呢 可能 就是說 在整個股 在整個股市 呼風喚雨 那也許 也許 他想要放空 或是說 他已經放空了 那搞一個炸彈 然後 讓股市崩跌 那他可以 撈一票 反正大概就是 可以做一些 方向跟參考 了解他曾經 做過什麼事情 了解他過去 參與過什麼樣的活動 然後哪些人 跟他是同一掛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 就是幾個例子 跟大家看一下 那時間差不多了 各位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希望有機會 就是說 這些檔案 這些做 這些操作方式 然後可以 訓 我常常講說 如果你知道 這些狀況 那你還想要去做壞事 那表示說 你可以訓練自己做壞事 不要被逮到 那你技術要很高超 否則的話 你也要知道 凡走過 必留下痕跡 那你沒逮到 老天爺也會找你 OK 謝謝 謝謝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 蔡玉珍 蔡老師帶來的演講 謝謝 那各位同心 我們下課休息 等一下3點50分 開始上課 啦